那菩萨是我们常看到的 菩萨 菩萨是什么呢 是已经觉悟 你看到他的全名是Buddhi Sattva 所以他有个Buddhi 他有一个抉择 他也是抉择 但是他是心中挂念者有情众生 所以他显现的外表 他显现的外表是跟我们 他要度的对象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 所以菩萨也是佛 这没有疑问 你也是佛 我也是佛 只是我们扮演的角色不同 我们现在的状态不一样 那菩萨的角色是什么呢 是乘愿而来的 对不对 他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他会长得跟我们一样 所以菩萨的雕像都会穿得很漂亮 带阴露什么的